長國內外,民生百態 Hello大家好,我是李神熙 華為發佈會搞出笑話,劉德華成了最大的彩蛋 9月25日,中國電信設備巨頭華為舉辦了秋季全場景新品發佈會 各國官媒,比如新華社、中國日報、環球時報等,紛紛高調宣傳 發佈會的情況將會如何如何空前,參與者達到多少多少人 於是,發佈會還未開場,直播間就先被網友遙遙領先 瘋狂地洗版,就連發佈會上也不時聽到台下高夫遙遙領先 總之,台下的反應非常瘋狂 但沒想到,對於公眾所期待的新手機 華為常務董事、終端BGCEO余成東就來了一句 先鋒計劃的產品,我們正在加班加點緊急生產 讓更多人可以買到,用到我們的產品 所以,關於先鋒計劃,我們今天就不做介紹了 隨後,華為就介紹了平板、手錶和全屋智能等商品 什麼情況呢? 講好的秋季全場景新品發佈會 竟然沒有介紹一個新產品 更有意思的是,整場發佈會下來 尖叫聲最大、最激烈的時候 並不是華為如何遙遙領先 而是非凡大師品牌大使劉德華 延伸的時候 劉德華在發佈會現場表示 自己是一個認真工作的普通人 一生中也遇到了很多非凡大師 他們不是天生非凡,而是敢於非凡 在自己的領域做到極致 他認為華為也是這樣,敢於非凡 以極致的產品來致敬時代的非凡大師 大師一出手,果然效果非凡 發佈會之後 微博熱收榜 劉德華非凡大師的話題 超過了7000萬閱讀量 排名僅次於華為發佈會 與此同時 裕盛東和劉德華握手合照的詞條 也登上了熱手 還有網友製作 《劉德華為在不怕無柴燒》 一套片也被封傳 更有人發問 大家印象最深的產品是哪一個 照片放的是劉德華 原意劉德華造成的話題 卻掩蓋不了網友的疑問 華為發佈會不提手機 同樣也是熱手的話題 有人留言說 為何不說手機,急死我了 自己做出來這麼多優秀的事 但就不可以說 那多麼屈屈屈屈呀 更有網友在吐槽 華為發佈會上沒有新品 就跟亞運的直播煙火效果一樣 現場有沒有煙火不重要 只要能上直播 讓小粉紅開心就可以了 台灣東吳大學企管系 兼任港師林修文 對自由亞洲電台指出 華為發佈會上不提手機 有華為的為難之處 林修文說 華為花了兩年 很不容易建立了一個 和美國政府躲貓貓的管道 如果說得很high 萬一被美國政府知道怎麼辦 不得不說 言之非常有理 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 中共一向喜歡利用明星效應 為自己貼金 粉飾太平 身為一個在華人社會有影響力的藝人 避免和中共有任何的交集 留得清喻 豈不是更好 蘋果銷量震驚業界 華為秒變渣 華為在全球聲名落寂 除了因為這一品牌的背後 是中共動用整個國家資源支持之外 華為也無時無刻地幫政權監控所有使用者 眾所周知 自從2020年5月 美國對華為制裁以來 中共官方一直高調為華為站台 在本月中旬 旋婦女郭美美二度出獄之後 第一時間購買華為最新手機的消息 一度成為熱手 這個也讓華為MAT60Pro手機得到了一波宣傳 大陸媒體報導 華為的MAT60RS 配備了16G比內存和1TB的儲存 機身配色名為懸黑 定位是衛星移動終端 和MAT60ProPlus一樣 MAT60RS也支持衛星通話 在售價方面 預計MAT60RS保時捷設計定價 約1萬人民幣 這個是不是有些太恐怖 一個在西方國家都處被垂棄被禁的 總之是個安卓的手機 在國內竟然賣到1萬元 與高調宣傳手機 同時進行的還有一個名為 今年你會從iPhone轉華為MAT的投票 中國媒體稱 42%的中國網友表示 會將手機轉換成華為 有分析師稱 這個將為蘋果帶來極大的市場競爭壓力 不過打臉就是來得這麼快 在iPhone 15系列在本月22日 在中國開賣後 傳出大批消費者 增相搶購蘋果新手機 根據品牌行銷專家介紹 今年iPhone 15系列的預售好火爆 數據顯示 截至9月18日 京東平台的預訂量 已經突破了300萬 天貓平台也表示 在9月15日 iPhone 15 如售當晚 就連續補貨了9次 最遲的收貨日期 已經變成了60日內 華為和蘋果的PK 被官方炒得是火熱之極 為獲取勝利 中共使出了混身解數 不過 隨著華為越高調 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也被人們越來越重視 小心 你花高價買的是個和環 彭博社本月稍早報導 中共官方計劃 將禁止使用iPhone的禁令 擴大至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和機構 也有幾家中國機構以下達指示 禁止員工帶iPhone上班 美國《華爾街日報》也披露 最新命令表明 畢竟方便加大力度 以確保其規定得到嚴格執行 然而中共的這個舉動 卻再度引起了外界對華為 存在巨大安全隱患的高度重視 根據中國一家專門 提供電子數據取證 電子數據恢復服務的廠商 效率原科技一行公告顯示 效率原科技針對華為MAT60機款 提供了手機快速取證延堪工具V1 聽說這個工具是執法人員的專用免費版 對華為MAT60、MAT60Pro、MAT60ProPlus、MATX5Pro等型號 進行電子資料揭取恢復能力 然而一番調查之後 結果發現V1的產品特點為全自動化流程 只要三個步驟 即可快速取得包括通訊紀錄、聯絡人、 簡訊、圖片、影片、QQ、微信、Telegram等 超過300種應用程序資料 而且即使你手機裏面的資料已經刪除 亦都可以透過這個工具來恢復並取得 這個亦都說明使用華為手機這件事 本身就沒有隱私保護可言 但現在已有專門提取數據的工具 似乎讓私隱更加沒有保護性可說 根據校律原公司的官網介紹 這間公司成立於2008年 研發的手機取證、監控視頻取證、網絡空間、資料庫取證、 數據恢復等八大類軟硬體產品 廣泛應用於公安、紀委、監委、政府、部隊、國安、檢察院等客戶群 這間公司早在2018年就已經公開宣傳其可以快速提取華為、榮耀、MIRROR等國產手機的數據 很久之前 美國就曾披露華為生產的設備都裝有可撤取客戶數據的後門 中共能夠借此收集情報 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此外 中情局資料還顯示 華為曾幫助非洲、中亞、南美以及中共內部 建構監聽和定位的系統 並替伊朗政府使用電信定位技術來監視伊朗民眾 最近阿富汗內政部發言人也爆出 塔利班正在為阿富汗的城市建立一個大規模的攝影監控網絡 而這個行動的合作對象就是中國所謂的電信巨頭華為 路透社報導 阿富汗內政部發言人卡尼稱 塔利班政府公開表示 建立大規模監控的重點是為了恢復國家安全和打擊伊斯蘭國 因為這個組織對阿富汗城市發動了多次的重大襲擊 卡尼還提到 今年8月 塔利班與華為公司進行了初步的磋商 但還未達成任何的有關大規模監控網絡合約的或確定的計劃 9月華為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稱 這間公司與塔利班舉行會議期間 沒有討論任何計劃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稱 雖然不了解華為公司與塔利班具體商討的情況 但北京一貫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進程 支持中國企業開展相關務實合作 根據華為公司與塔利班會議的信息 一些分析人士質疑現今短缺的塔利班政權是否有能力為該計劃提供資金 同時人權組織也擔心任何資源都會被用來鎮壓抗議者 儘管塔利班很少證實地捕活動人士和記者的事件 但保護記者委員會表示 自從塔利班接管赫審議以來至少有64名記者被拘留 根據抗議者、影片和路透社目擊者稱 哈什爾針對婦女限制的抗議活動已經被安全部隊強力驅散 來自國際特赫組織的馬哈蒙迪,極直言地說 塔利班以國家安全為防止、實施大規模監控系統 為塔利班繼續推行侵犯基本權利的嚴禮政策奠定了模板 這樣看來塔利班找華為合作 就真是黃白體綠豆對上了眼 關於怎樣監控民眾 怎樣宣染愛國的情緒 怎樣幫中共政府撤取個人信息 華為最有發言權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全部內容 透視長國內外,氣說民生白態 朋友,我們下期再見